你好 欢迎收看8月18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心的是 花联县AI学历预测与诊断系统生平网成果记者会 18号是在教育网络中心来举办了 全国第一套的线上AI素养体库在花联 县长徐真伟表示 花联县将传统学子减合导入到了AI诊断分析的模式 能够让花联的师生对于智慧教育的理念更加有感 让花联的学子拥有放眼全国名列前茅的竞争优势 全国第一套线上AI素养体库在花联 随着新课网的布局核心素养 四星花教学成为各科课程的发展主轴 学习不仅于考试与书本之间的背诵 更是为了培养学生们面临生活 以及未来挑战时所需的具备知识 更是为了培养学生们能力与态度 花联县政府与进一部工业局合作 以智慧城乡生活为发展蓝图 以AI学历预测以及诊断系统 融合新课钢学科领域的素养导向 达到出全国首创的花联线AI测评网 由专业师资透过结合花联地方文教特色 打造专属的素养体库 期盼建立花联独立的云端大数据资料库 让花联线师生对新课网诉求的核心素养 都能够融会贯通的新应手 让孩子以及老师以及家长 能够知道孩子需要什么 老师知道孩子的痛点在哪里 如何因才失教 如何对症下药 如何精准的教育 也让家长知道 我的孩子弱象在哪里 需要如何补强 在他的日常生活中 以及日常的实验中 如何去补强他 现眼无间事也肯定花联政府的作为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AI智能科技智慧 那他可以透过一个大数据 把学生这个所有的学习到的 国音数自然的部分 能够做一个灵活的运用 那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个 花联信仰中心的一大突破 也是我们这个花联政府 应该也算是全国首创 能够把这个大数据结合在我们的命题里面 然后能够让这个学生 孩子在学习上能够这个 这个快速的能够能够 应付这些这个我们所谓的大学联考 或者是这个所有的一些考试的部分 应该可以做获得很大的帮助 这是花联先生作为全国率先实施AI 学历预测以及诊断系统现实 选定英文数学自然三科领域 作为宣区示范素养的科目 为了就是锁定三项法复练习 熟悉即可拿最高分 共同关键性而设计 现在学生表示 花联先生将传统学子简合 导入AI诊断分析的模式 能够让花联师生对智慧教育的理念更有感 让花联学子拥有放眼全国 明天前马的竞争优势 记得终于华生伯导